最近天冷 要一路冷過跨年 但是嘉義有這位88歲的獨居老阿嬤 她還是蓋著這條 已經用了62年的舊棉被 你看她還在那邊縫縫補補的 已經至少有上千針了 整條的棉被已經是被捕得硬邦邦了 而且根本不保暖 但是阿嬤拒絕人家送她的新棉被 原來這條已經過了一甲子的棉被 是阿嬤她的嫁妝 以前曾經跟先生一起蓋過了 但是她致愛的先生 44年前過世了 阿嬤說蓋著舊棉被 就好像先生還在旁邊 好像還在抱著她一樣 天氣冷 但是心頭暖 這條棉被表面起滿毛球 四周嚴重拖線 上面縫縫補補 至少上千針 到處都是紅線補丁 已經這麼破舊 阿嬤還是拿針繼續補 讓人不敢相信的是 這條破舊棉被 阿嬤已經蓋了整整62年 我真的要蓋了 我真的要蓋了 我就是說我挺挺的 我又蓋了 62年的舊棉被 阿嬤從年輕蓋到老 這是她的假裝 跟先生一起蓋過 只是先生44年前過世 阿嬤只能蓋棉被 堵物私人 多少年來 家人朋友都勸她換條新的 甚至要送她 通通被拒絕 阿嬤說實在捨不得 就算視力越來越差 穿針縫線也很吃力 她甘之如疑 讓聽到的人都忍不住想落淚 人家今天會喝喝喝 不敢吧 不敢啊 棉被老舊變硬 有社工曾來探望 說棉被裡只剩下棉塊 幾乎沒有保暖功能 但對阿嬤來說 每次蓋上舊棉被 就覺得丈夫依舊陪在身邊 這次雖然收下新棉被 但她說還是會蓋舊的 棉被上密密麻麻的縫線 每一針都代表她的思念 長達62年的深情令人動容 解紅顧問再報導